如果我问你啊,目前市面上面在飞的宽体客机哪个外形最有特点的话 十有八九,我相信你会回答波音747 它那个大大的脑袋在一群长得都差不多的这个民航客机当中脱颖而出 每次都是我首先认出来的那一家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波音747客机它的故事 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空军想要一台大型运输机 大概有多大呢,就是现在这个C5银河运输机那么大 没错,就是C5这个项目 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竞标的有波音,道格拉斯,还有洛克希德 最后单子就让洛克希德给抢走了 研究半天,这个玩意儿他不能打水漂 波音的老总比尔·艾伦,他就一筹莫展 有一天泛美航空的老总特里普就约艾伦到阿拉斯家去钓鱼 边钓鱼特里普就说,现在那客机都太小,小嘉宾玉似的 那一下拉百十来个人他也不过瘾,难以彰显我这个契吞山河的胸襟 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梦想,那好大哥你给咱弄几架大飞机 一次能拉五六十吨那种,有容乃大那种,飞过太平洋如白居过西一般不用加油 大哥你看这样的飞机能整,你要能整我就能买 这个时候一边钓鱼的艾伦一听,这不抄上了吗 竞标C5的飞机方改不改吧这不就行了 于是乎就跟这个特里普就说,老弟你的梦想那就是我的梦想 咱俩绑一块,那就算是同病箱,不是这个同仇敌凯了 只要你敢买我就敢造,这两人就一拍即合 泛美航空随即就订购了二十五架下一代大型客机 又异象订购了八架 在泛美的带领下,别的航空公司也都这个磨刀祸祸祸 不是摩拳擦掌的准备下单 带着泛美给的这个定金呢 艾伦回到了西雅图开始主持新飞机的设计 这架飞机就是波音747 这个747呢有六米宽,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宽体客机 总重超过160吨 当时的泛美航空觉得啊 这样事的这个飞机将来很可能 它就是作为一位货机来使用的 所以说它要求能够打开机头去装载大型货物 那为了给机头的门留地方 总设计师就把这个747的脑袋加高了一层 驾驶舱放在这一层里头 那为了推动这个旁人大物呢 就需要四台动力非常强劲的发动机 艾伦啊就找到了这个普拉特·惠特尼 刚好在C5的发动机项目当中啊 普惠也刚刚竞标失败 所以说双方一拍即合啊 1968年的时候 首架波音747就出厂了 1969年首飞成功 然而在试飞当中啊 飞机却一直在暴露发动机不稳定的问题 在整个试飞过程中 747一共用了87台发动机 其中有60台都最后完全报废了 长期以来啊 这个747其实是动力不足的 1970年747举行了首航仪式 从纽约飞到伦敦 但事实上啊 这天的首航当中 你还没等起飞 飞机就已经有一台发动机过热了 直到70年代中旬啊 普惠终于搞定了 他们这个沟梯9D发动机 747的性能才算最后稳定下来 后来啊 随着民航市场的升温 747的需求量就不断的增大 市场越来越好 发展出了很多后继型号 那现在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就是改装自这种飞机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被改装成航天飞机的运输机 执行背负航天飞机的任务啊 看起来非常壮观 目前啊 波音747已经生产了超过1500架 给波音公司带来的非常可观的利润 一个军用运输机项目的竞标失败呢 最后换来了一架爆款宽体客机 波音这波啊 着实不亏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呢 一时的失败并不算什么 关键是要坚持 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的 你爬着爬着光明也许就来了 我是狗盛 带给你迎合有趣的航空间知识 点赞加关注就可以下课了